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2年5月7号星期六 今天想要来分享我自己上双语字幕的方法 基本上你要先懂得怎么使用一些编辑软体 或者一些字幕制作的软体 像各位在桌面上看到的这一些软体 那我最近找到两个软体 它们都有自动上字幕的功能 一个是剪印 然后一个是避剪 这个都是在B站上的一个软体 那我先把两个都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这两个软体它的使用方法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不管我用哪一个都可以 当然是你首先要有一个你自己已经编辑好的影片 那我们就是导入素材这边 然后去找你制作完的影片 像我制作的这个影片是24分钟的 那我们直接把它拉到这边 你把你的影片拉下来以后下面这边就有很多音讯档 这时候我们就去点本文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识别字幕 然后就开始识别 它现在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办法支持超过15分钟的片段 所以要嘛你就是把它分割 要嘛就是用另外一个软体 那我目前不考虑分割 因为我影片已经制作好了 那我现在就用剪印这个软体好了 那我们一样把素材拉下来 那下面这边就有你讲话的音讯档 那我们直接点文本 然后智能字幕 这边有一个识别字幕 你就按识别 接下来就是等它识别 不过剪印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有时候它要识别很久 那有时候很快 这是什么原因我就不晓得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它识别 这一次字幕识别的速度还蛮快的 那它识别出来上面就会多一个字幕档 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软体关掉 接下来我们到你剪印的资料档这边 然后进去以后找到这一个位置 那我已经把它设定捷径放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比较好找 那我们接下来进去以后 它会自动的帮你生成日期 然后归类你制作的档案 今天是5月7号 那我刚才用的那个档案 就是在5月7号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先把制作好的字幕把它抓出来 那抓出来我们就要去用 剪印本身的字幕截取软体 那就是上面这一个 进去以后我们把程式打开 然后程式打开以后 我们先进去设置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导出为繁体 这一个你要不要打勾都可以 因为我后面会用翻译的 然后你就把它保存 接下来我们去找到刚才这一个 剪印的位置 然后我们找到5月7号 这一个 然后我们就是找 档案最大的这一个档案 我们把它点进去 然后它接下来就会自动的帮你把字幕抓出来 那我们一样先存放在5月7号这边 然后我们先存档 我们就有一个SRT的字幕档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先用 记事本的方式打开去看 它是翻译出来的一个SRT的字幕档 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这边 就是它的时间轴 那下面这边就是翻译出来的字幕 它这边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字你要自己去修改的 因为之前我拍影片的话 都习惯性讲台语 所以有一些字幕它台语是没有办法翻的 那我们确定字幕已经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字幕复制 然后跟我的这次要制作的主要影片放在一起 那就是这一个 那我已经有抓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校正我们的字幕稿 因为我习惯性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所以我自己不会去打逐字稿 我都是整个影片制作完以后 然后再慢慢的去打我的字幕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Uptide这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教学 网路上有很多你可以自己去学习 接下来我们就是汇入音讯档案 现在要做的就是洗衣机的这一个影片 那我们就是把它点进去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做了 我还是重新做一遍给各位看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汇入SRT的字幕 那我们就是去找你刚才的那一个字幕 就是这一个 那你就把它点进去 然后汇入 然后汇入以后它全部就会跑出来了 各位就可以用Uptide这个软体下去做编辑 字幕识别出来 它都会有时间走 今天是2019年6月29号星期六 简单的放几段文字给各位看跟听一下 那基本上它的字幕识别是非常准确的 它准确度非常高 但是因为我有讲一些台语 像这边吧 机会这个吗 很少的嘛 都是家庭主婦在洗嘛 有时候真的搞不懂 所以你只要讲台语的话 它识别出来就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一步一步去 对这些逐字稿做修改 那接下来我就是要先把所有的字幕先进行修改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简硬这个软体 它识别的字幕大部分都是简体字 各位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字体 大部分都是简体字 先前在抓就是将字幕档抓出来这个软体 我们有强制把它设定为导出繁体字 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测试 它导出的大部分还是都会有简体字 因为基本上我比较不会去用简硬这个软体下去做影片编辑 所以我就不会去管字体这边的字型 你如果有想要用这个软体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这边的字体 作为你的字幕字体 这边还有一个现代繁体 那你就把它点进去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帮你翻译成繁体 但是问题是就算导出后它的字体还是有一些都会有简体字 那我现在分享我自己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先把软体关掉 接下来我们就是去我们导出了这个字幕档 那我们一样用记事本的方式把它打开 那接下来什么都不要动哦 就全选然后直接复制 那我们全选以后我们就去Google的翻译软体 就是我们把刚才复制的字幕档全部贴上 然后我们这边把它翻为中文繁体 看你要翻成什么这边都有 那我们就是选中文繁体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这样子拉 拉到最下面复制 然后回到我们的记事本这边 然后直接贴上 这边都不要动哦 然后接下来你按下一页 然后一样拉到最下面复制 然后直接再贴上 反正你就是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 直到它没有下一页为止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储存档案 那这样子我们就把简体字转为繁体字了 那这样子的方式 比较不会有简体字的出现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Uptime这个软体 那接下来我就是慢慢的把我的所有的字幕 全部把它修正完成以后 再继续录影给各位观赏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去校正我们的字幕稿 因为我个人属于比较懒惰型的 所以我都会借助一些科技的力量 那我先示范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那像这一段就是台语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将正确的填上去 一样是用Google翻译的这个网站 那我们就是点语音 就是用说的 因为大部分的洗衣机 因为我长期使用的话 我是觉得它翻译的其实非常准确 那我复制的话会复制这一边 因为它这边是中文繁体的 那虽然这边也是中文繁体的 但是它有时候会有简体字的出现 所以我复制的话还是会复制这一边 那我们直接在Uptize这边修改 那我们再听一次 这样子你这个字幕就已经修改完成了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如果要录制影片的话 还是以国语为基础 基本上你修改这些字幕的时间 你就会减少非常非常的多 那因为我这个影片之前都有讲到台语 所以没有办法 我就是要进行各个字幕的修改 那接下来我就是按照这个方式 继续进行修改 今天是2022年5月9号星期一 那今天终于把这一篇字幕都已经修改完成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你就是整个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做错的地方 自己要稍微较稿一下 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我们用Uptize教稿完成以后 可以先进去编辑一下我们的字幕样式 你就是稍微自己看一下这些功能怎么选择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篇是要做内嵌字幕的 所以我们最后是要连同字幕跟影片一起汇出的 所以我们要先把字幕的位置调整好 那我已经都调整好了 那你如果是要做CC字幕的 那就不用 你直接按储存 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字幕档出来 那我们今天是要做内嵌字幕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压制成视讯档 这边大家只有看到一个中文字幕档 那我这一篇是要分享怎么样制作双语字幕档 所以我们是要先把中文的字幕档压制出来 那在压制的过程呢 我跟大家解说一下 我之前是怎么样做双语字幕的 那我之前在制作双语字幕档的时候 都是要先制作一个逐字稿 那就是一行是中文的 然后一行是英文的 然后接下来再用Uptime的软体 然后把它生成一个双语字幕文稿 再把它切分为双轨道 然后最后再按照我们的时间轴 然后一个一个下去做配对 配对起来就是像各位在萤幕上看到的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语音然后配一个字幕档这样子 说实在的这样子是非常非常花费时间的 那我现在自己做出来的方式就是 有另外一种新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只要先把中文的字幕稿完成以后 然后我直接压制出一个字幕档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用已经有时间走的字幕稿 下去用Google的翻译软体 然后把整段直接翻译成英文或者是日文或者是韩语都可以 只要是Google翻译网站内有的语言 都可以同样的快速的制作各种字幕档出来 大部分的人都是制作双语字幕档 如果用我的方法你甚至可以制作四个字幕档 五个字幕档 只要你的画面放得下 然后看起来不会杂乱就可以 所以我后续还会分享一篇怎么样制作西西字幕的方法 不过这个我后面都考虑要进行收费 也就是说不会再免费分享给各位观赏 那你如果听到这边已经知道我刚才讲的意思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按照我跟你讲的这个方法下去做 那你如果听不懂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请你花一点费用去订阅我的收费影片 那我的收费影片里面就有完整的教学 转档完成以后它会自动跳出存放的资料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好那这样子中文字幕我们就已经上进去了 内嵌到影片里面了 好那这边就是UPTIME押解出来的字幕档 在这边 好那我是把它改成记事本档比较好开启 压好以后这边就是我们打的逐字稿 还有时间轴 那这样子我们的中文字幕稿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制作完成的影片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制作英文字幕稿 是我们的双语字幕档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不过英文这边我忘记修改了 最近家里之前买的这一台洗衣机 Tenna Sony的型号是MA158BT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要处理这一台洗衣机了 因为大部分 那这样子我的双语字幕档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最后我们再确定一下我们的双语字幕已经制作完成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19年6月29号星期六 各位可以看到我目前的影片都已经是双字幕的影片了 那这样子就代表我们内嵌影片的档案都已经制作完成了 那接下来就可以上传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那我这一篇双语萤幕制作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